哇 这家玩具店的东西好多呀 看我发现了什么 老奥们的Q版人偶 虽然画风有点不太对 但真的太可爱了 还有植物大战将士的套装礼盒 还会发声发光呢 就是有点贵 70块钱 变形玩具更是五花八门 我又有点跳花眼了 我天 这个大欧不生剑也太强眼了吧 下面还有无线赛罗的拼装手办 光看封面都觉得质量肯定好 而且关节也好多 感觉能摆出不少造型 买一个回去玩玩 我去 价格这么贵呢 黄标打完折还55块钱呢 拿着上网看看 有没有更便宜的 顺道还发现了这个大宝贝 超大个的变形模仿 先放一遍 一会儿再说 我们的赛兔子可是挡了半天 着急要出场呢 两包组件 内装的模型块 和无线赛罗的皮套外壳 看说明书 简单 两边区分开千万别弄混了 还给了一个拆解神器 厂家很贴心嘛 里面的组件很多都是这种十字扣的 扣上去很紧实 三两下胸甲就拼好了 再给它穿上衣服 完美 腰部也单独的设计了出来 也是圆形卡扣连接的 能动的地儿又多了一个 腿的关节也是三处 这完全是仿造人体打造的 这么一粒 有那味儿的 好期待一会儿它能摆出什么造型啊 这球形的卡扣是真紧的 好怕给它掰折了 再来一对肩甲 无线形态就靠着它拉颜值呢 我去 这头部的组件还分成了四块 兵斧头标也都是一层压一层的 这设计绝了 和封面一样 这成品出来的效果太赞了 每个部位都像是单独设计的 看上去格外的立体 脚掌也够大公平 怎么折腾都可以立的很稳 真的太喜欢这个手办了 随随便便摆几个造型 战斗力都层层的爆表啊 旁边这个大家伙 好像一脸不服 蠢蠢欲动的样子啊 哎 这路森牌 不用你出手 我先来会会的 包装的很上档子 突然都是立体文绘 还自带音效的呢 打开脚脚质量怎么样 哇 个头是真的大呀 还给了一张身份牌 呃 我有点脸忙 出了皮套的颜色 实在是看不出来你是谁 包装是真紧实啊 呃 呃 全身上下都是小方块 看这花纹 好像还不是一般的魔方啊 感觉到处都是机关呢 我来看看说明书 呃 咋有点看不懂呢 算了 不用它 全皮感觉来 拉出左右肩甲 移动计时器 后背也打开 脑袋收进去 摊开魔方的另一面 扣好卡扣 收起拳头 大腿外侧的魔块也摊平 双腿收进身体里 调整一下腰部的魔方块 最后六面的卡扣 一点点的合上 千万不要心理 大功 告成 怪不得看着不简单呢 上面的图案 是4位奥特战士 唯欧两只怪兽 真不错 玩具桌上 又多了两位霸气的门神 哎 探包装 这块还有迪迦泽塔和欧布呢 看着颜值也好高啊 腰部 走 把它们也买回来